我们先从高雄的环境和地理条件谈起吧 高雄在台湾南部是一个滨海的城市 高雄的纬度低位于热带 日照时数每年高达2212个小时 比起台北足足高出了近800个小时 因此有些人认为可以将高雄打造成一个光电城市 但是要怎么做呢 就从高雄市运场馆开始吧 高雄市运场馆占地19.09公顷 由日本知名建筑师伊东风雄设计 整个屋顶安装了8844片太阳能光电模组 作为座位区的遮阳棚架 9714平方公尺的光电模组 平均每天可以产生3000多度的电力 年发电量高达110万度 在安装279部3.6k瓦电流转换器后 与试电并联使用 所产生的电能除了可以供应馆内使用 多余的电力还能够卖给电力公司 相当于每年减少660吨的二氧化碳排放